好的,现在梁文博和沃尔顿的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 沃尔顿一杆连打带方 我也是差一点就停到了绿球的后面 谢谢 还是没有能够挡住右侧的包边啊 对 如果能够挡到右边 窝顿这杆防下来就比较困难 窝顿这杆防守打得厚了一些 看起来先要进宫了 你现在可以看得很准 非常窄的一条线路 非常窄的一条线路 哎呦 两个都烫饱了 一条线路 一个中高杆登一库 看这杆是叫的黑球的上方那颗和左边那颗都是有下的 但这个角度应该说做的并不理想 上面还有一颗组合球 篮球还是没有做到最理想的位置 这样打起来会比较累 一条线路 一条线路 刚刚刚好 而且白球还刚好可以绕出去 滴杆左边的旋转 色进 都是一个另外一侧的打中带 打中带 打中带 又是角度 向上的角度 现在我们又听到了 有这个手机的 18 响声 19 19 20 25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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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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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一颗粉球的中带失误 这个粉球也感觉确实好像是快过头的 中带还是 感觉拍了之后 变得很仔细的去描 中带也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 杨文博上手 这颗球啊 粉球呢 不会是叫粉球轻了 叫篮球牛重了 三酷来转回去 看白球的位置 停住 不是 好 好 嗯 左手刚好可以够到 底竿还拉回去 所以叫粉球的底带 选择了叫篮球 我的力量还是过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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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一下 摆到红球之后呢 摆进了 效果还看 看起来还可以哈 嗯 实际上是不想K的啊 想是弹起来来叫这个黑球上方的红球 但叫到这颗也是不错 40 嗯 粉球中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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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